我相信你也常常在高雄族分享待客 你可以放輕鬆一點,我們都叫做自己人 我們留下來的時間,看看志祺還有什麼想補充的 因為我剛才真的很緊張,講得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好像沒有把一些我想要表達的東西表達得很完整 我剛才稍微再整理一下 我自己把我從生病到現在療癒之後 我把我整個比較重要的心得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現在講出比較重要的一些核心 第一個就是信任 信任什麼? 我一開始是信任我們的身體是健康的,是完美的,是完好的 相信自己也是完好的 我在注意的過程中,超美本《創造生病情》 它裡面就是一直重複告訴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完美無缺的,都是完好的 只是我們不願意相信 第一個就是要信任 信任什麼?信任你所接觸的醫生或者你所接觸的藥 或你所開始食用的食物 那我曾經就是在 因為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對吃非常恐懼 我想大家都有經歷過這段時間 因為癌症的朋友 我到底該怎麼吃? 我是一定要吃有機的 那這個過程當中我也存了很大的疑問 那後來我有去賽斯村 遇到了一位非常神奇的一個愛友 不過他現在已經往生了 那個韓民 那他跟我分享 就是說 我覺得他講得非常好 就是 我也要把這個分享 因為我現在也運用在我的生活當中 我發覺的確真的是一個問題 我們對吃 一開始我非常恐懼 只敢去吃素食 只敢吃青菜 肉什麼都不敢吃 真的 剛開始發現說 只能吃燙青菜 然後吃到最後完全沒有肉 然後後來就是 問了這位 他能夠像 因為他本身他是得 那個 非常 疑上癌 非常痛苦的一個癌症 他能夠活到五 五六年都還能夠 那一般大概半年中 半年就走了 所以他跟我分享 我把這段講算 就是說 當你吃任何食物的時候 既然你要吃它 或者既然你要享受它 你就去用很愉快的心情去享受它 你相信它所帶給你的都會是健康的 所有吃進來的 所有吃進來的 都是對你身體有益的 所有吃進來的都是對你身體有幫助的 而那些沒有幫助的都會隨著你身體的排泄清除掉 清除掉它會 因為我們身體 因為我們身體它會把不要的 你不好的不要的 它會代泄掉 我們一定要相信 相信說你身體有這個能力 然後去吃這個食物的時候 你給這個食物祝福 讓你吃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安心 當你是安心的去享用一個食物 當你是去很愉快去吃一個食物 你所吃進來的都會是養分的 都會是對你身體有幫助的 可是當你懷疑恐懼去吃每一個 其實它是非常好的健康食物 你也對它懷疑的時候 你吃進去的是什麼 你吃進去的是擔心 吃進去的是恐懼 吃進去的是害怕 所以第一個觀念說 你要信任 因為我們開始會對身邊的很多事情 開始會不信任 包括你接受的治療你會不會信任 你所遇到的人你會不會信任 你喝的水 你接觸到每一個東西空氣 吸引的每口空氣都會懷疑 這個空氣瓶子好像有夠差 好可怕 你都會擔心 你會擔心我現在吸的空氣 到底是不是對我有幫助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要改變信任 說第一件事要看信任 你的身體是可以去吸收到好的空氣 吸收到好的水分 吸收到營養的食物 吸收到對你身體健康 它會吸收那些健康的 而那些不健康的都會透過排泄系統 清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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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相信信任 這個我覺得我最大的收穫是說 我開始接受賽斯心法 我就是信任賽斯心法 就是接受它 我就是接受許知 我就去運用它在我的生活當中 去改變我的信念 說把它運用在生活當中 這一點很重要 當我們接受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們如果只是在腦袋上 喔這樣對這樣對 可是我們都沒有實際生活在 應用在生活當中 其實你是不相信的 你要真的是用在你生活當中 我吃、睡、素 我都是很安心的 你要能夠讓你的心安下來 你的身體才會慢慢走向療癒的 朝向健康、朝向療癒之路去走 那我很感謝就是說 雖然我去廟裡面拜拜 雖然我去接受那個道教 神通的 可是我很感謝 他給我一股意料就是安定 讓我的心安靜 讓我的心定下來 我們現在癌症就最怕的是說 你都不相信 這真的有效嗎 那真的有效嗎 然後你會找到說 我肯定要再找更好的醫師 我肯定要再吃更乾淨的食物 還是更好的水 你會一直不斷地往外求 那現在就是說 開始回來相信 回到你內在 你是有這個力量的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神性 神性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那你要讓你這個神性出來 你要開始信任 你有這個力量 所以要信任自己 信任生命 信任有一個更高的力量 在護衛著我們 相信有這個力量在護衛著我們 不管是賽斯或佛陀 或是你一定要有一個更大的力量 他在愛著我們 在支持著我們 這對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那自從我有了這個信念之後 我在吃或是在看病 我都很放心 因為我開始相信這些東西 對我來講都是有幫助的 你不會再去擔心害怕說 我這個到底有沒有效 你每天在那邊懷疑 當你這樣懷疑的時候 其實這些療效都已經消了好幾倍了 可是我們現在運用我們的心法 就是讓這些東西 是變成加倍的 我所思 我思健康食品 它是加倍的 別人可能只有一倍的效果 我可能是百倍千倍 讓你的身體 一身給你看的病 可能對別人只有一倍 可是對我來講 我用我的心念下去之後 它可能是百倍千倍 讓你身體很快的變好 那我覺得這個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開始信任 那第二個就是 常常 就是 下午看是常常回到事情 就是像嘉珍老師 有冥想的CD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對我來講 是非常有 非常大的幫助 朝上起來 因為這個是非常 每天都 你隨時每天都可以做到的 因為影響就在你的 就在你的腦海中 你不用去買什麼 你隨時靜下來 回到呼吸 我們現在就來試一下好不好 我們現在把眼睛閉起來 然後放鬆 我們現在就來試一下 我先帶大家練習一下 你這樣子 你回去就可以開始做 好 臂上眼睛放輕鬆 然後深深的吸氣 從你的鼻子把氣吸到丹田 好 我們現在慢慢把氣吸吸吸吸吸 吸到你的丹田 讓肚子感覺肚子是有點鼓起來的 好 然後再慢慢地呼出來 好 慢慢地呼 把氣呼進去 好 現在告訴自己 放輕鬆 然後我們在呼吸的時候一樣 我們從頭到腳 幫自己告訴自己放輕鬆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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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放鬆,再放鬆 你所吸進來的都是愛的力量 當你那緊張的地方 然後你就把氣吸到那個地方 然後頭部放鬆 放鬆,你也可以告訴他 開始跟你的身體做連結 你可以告訴他,我很愛你 我很久沒有關係 我現在我很愛你 然後 當你呼氣的時候 就把那些不舒服的 不想要的把它給呼出去 呼出去 體內的廢氣 怨氣 生氣 嫩氣 什麼氣 把它呼出來 不舒服的把它呼出來 然後再慢慢吸 然後再吸 同時你讓身體 去感覺你的身體 有沒有放鬆 你還是什麼地方 是緊張的 緊張的 然後你就告訴他 放鬆 放鬆 再放鬆 慢慢的能量 慢慢的能量 慢慢的呼吸 把它經過那個部位 好 再慢慢的吸氣 慢慢的吸氣 吸到半天 吸到半天 然後吸到半天 然後吸到半天 吸到半天 吸的時候 就慢慢的呼氣 所有你不想要的 透過這個呼吸 你所擔心恐懼的 透過這個呼氣 把它活出去 把孔去 把孔去 扶出去 慢慢的 我們再做三次 好了 慢慢的吸氣 感覺這個能量 宇宙的能量 經由你的呼吸吸力 透過你頭頂 一直往你的身體 肩膀 手臂 肝臟 肝臟 腎臟 腎臟 心臟 流進你的全身 這個氣 流進你的全身 一直到你的腳底 慢慢的放鬆 好 再呼氣 所以 用你自己的 節奏 那我現在只是引導你 用你自己的節奏 一切 不想要的 把它呼出來 放輕鬆 好 再來一次 慢慢的吸氣 去感覺到 那宇宙的能量 宇宙的愛 你吸進來 你一口氣 都是愛 然後你可以告訴你的細胞 告訴你的癌細胞 放輕鬆 我很愛你 沒有問題的 你緊張那個位 你也告訴他 放輕鬆 再放鬆 再放鬆 好 好 再慢慢的 感覺 這個能量流進你的全身 好 慢慢的呼氣 好 我們要最後一次 好 慢慢的吸氣 感覺 吸從你的頭頂 吸進來 好 吸放你的身體 尤其你身體的每一個細胞 好 再慢慢的呼氣 好 把你呼氣之後 慢慢的睜開眼睛 那這個就是 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就可以做 每天早上起床就可以做 躺在床上就可以開始做 然後睡前你也可以開始做 甚至說你覺得你需要被 你覺得自己需要被滋養 自己需要被愛的時候 你也可以這樣去做 你就是自己 其實愛不是別人 不一定要別人給你 其實空氣中 陽光 都存在著愛 那只要你靜下來 去 真的去感覺到那個呼吸 那個空氣 那個空氣中所給你的愛 吸到你的身體裡面 讓你身體部位 受傷的部位 癌細胞的部位 你可以用手 去抚慰它 去 因為手會幫它 我們的手 我們那手有能量 你可以直接讓它 感受到你的愛 那我的部位是在肝臟 所以我 沒事的時候 都會睡覺的時候 或是 我隨時 只要我可以的話 我就把我的手 放在我的肝臟的部位 去感受 去感受那個能量 那常常有機會的話 那我通常 一般我都會忘記 我通常都在上廁所的時候 才會想起 現在好無聊 沒事幹 開始跟肝臟 我好愛你 我好愛你 你以前是 我以前是沒有好好照顧你 然後我現在 我現在好好愛你 然後你要像 你許醫師又講 你要像 因為 我沒有照顧你 所以你變成壞孩子 那我現在好好的愛你 然後就開始跟他對話 那洗澡的時候 通常洗澡上廁所 最容易 因為會接觸到身體 最容易想到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些時間 跟你的身體做對話 給他 告訴他 你很愛他 告訴他 我很久沒有關係 我現在真的 他很愛你 讓他感受 讓你自己 讓你自己有那種感覺 那我們在做這些時候 就是 讓這些感覺 進到你的身體裡面 而不是說我這樣做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就沒什麼效果 你要去真正的 去感覺到那種愛 那甚至說 你可以自己 告訴自己 那我自己會 在我 比較沒有力量的時候 我會告訴自己 去 念我自己的名字 我是造事情 我很愛你 我很愛你 造事情 當你這樣 你可以去試試看 當你自己跟自己講的時候 有一種特別的 不一樣的感覺 原來 我還可以愛你自己 那種感覺又不一樣 你會覺得被滋養 那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的生命就是這樣 你需要靠自己來滋養 然後自己每天 可以做這些 然後另外就是我 呼吸 就是常常回到呼吸 吸到你的丹田 然後再慢慢的把它呼出來 這樣對我們的身體 都會非常的幫助 然後最後一個 就是發出 噢的聲音 噢 那這個 這個可能比較需要一個空間 那如果可以 像我騎摩托車 騎摩托車的時候 然後因為你去 因為這個振動 這個是 賽斯書裡面所說的 它是 地球的頻率 就是這個聲音 噢 它會幫我們調整我們的頻率 調整我們身體的頻率 到達一個健康的頻率 所以你常常去發這個聲音 那我沒事 反正就沒事想到的時候 就去噢 我老婆就受不了 噢是噢啊 但是你就是說 回到你自己的空間 你站著 發現騎摩托車 沒有人聽得到 或者說 你不能發出聲音的時候 你就是在內戰 內戰去 感覺這個振動 因為你發出這個念力的時候 它你的身體的頻率 就會調到這個振動上面來 那我們身體其實就是頻率嘛 我們身體健康也是一個頻率 我們就讓自己調到這個健康的頻率上面去 這是我的一個分享 因為這是你每天可以做的 那這是你每天可以做的 就是還蠻實用的 因為沒有花錢 對 其實師姐分享得真好 而且好有條理 所以她剛剛越緊張 一上來就開始說 我都沒有表現得很好 我都沒有講得很好 可是我想這麼短短的時間 大家應該都聽到了很多的重點 而且非常的清楚 那師姐呢 也在她的這個練習裡面 不斷地來滋養她的身體 我覺得你坐在這裡就是 已經一個很好的證明 不管你剛剛你自己覺得 你講得怎麼樣 可是呢 我們看到她的這個分享 你看第一個 很有信心 是不是 當然要做冥想 透過呼吸 來感覺你在這個 宇宙的能量 跟愛的關懷裡面 第三個 要透過 噢 這個音 尤其騎摩托車 我覺得還蠻好的 騎摩托車 騎腳踏車 或者說你 散步的時候 對 你就開始噢 人家來問你 你在幹什麼的話 你就跟我一起噢 然後就 越來越大群的人 就一起 一大群的蜜蜂 才開始噢 那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來問一看 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來問一施洗 好 也許你自己現在正在經歷肝癌的過程 或者是你有親人 已經因為肝癌 不知道該怎麼來面對 或是來經歷什麼樣的影子 我們都可以來問 那我 在大家提問題之間 我再順便再分享一下 就是說 我當初在上課的時候 我一開始也是很 因為我們男生 說實在 很排斥上課 真的 我要邀請我哥哥來上課 我哥哥打字不來上課 他說 你看什麼書 你書給我看就好 但是上課 它的確有它的不一樣的效果 那我一開始也是很恐懼 到底這個 上課的課會把我噗 把我這個妥協成什麼樣的狀況 老師會把我診成什麼樣 我都不知道 所以上課是真的蠻恐懼的 真的 來上心靈課程 真的 我會被別人當成神經病 我為什麼 我們男生就是會有這樣的一個心態 可是當我來上課之後 我發現 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好像蠻快樂的蠻輕鬆的 上課之後全身輕鬆 可是每次上課之前 其實都是很緊張的 很害怕 可是上完課之後 你都覺得 好像少了很輕鬆 那這是我自己上課的一個分享 所以我希望說 大家不要害怕上課 因為上課 真的是讓我們釋放出很多的 你意想不到的東西 你會給它釋放出來 你的情緒 這些都是 即使你很害怕 你也要告訴自己 我要來上課 我要來上課 你上課之後 就會覺得說 太值得了 我每次上課都是這樣的 對啊 因為上完課之後 你心裡有很多的壓抑的情緒 還有 你也不知道該講給誰聽 可是在這個環境裡面 大家想的跟經歷的 其實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呢 我們就是因為有很多的情緒 沒有辦法抒發 剛剛講到肝癌 事情有提到 它的個性裡面有壓抑 有沒有 有憤怒 對 我個性還很膽小 又當教官又當軍人 完全不符合 我就會想問你 對 我也很想問自己 所以可以想一下 就是說 其實我讀軍校 是為了逃避一些東西 然後 我曾經想說 就是說我要退學 我不要再讀軍校 那我也故意就是 讓成績二分之一 然後後來 就在這過程當中 後來還是決定要讀 因為軍人有一個好處 撐滿二十年就可以吃一輩子 像我現在就是在享受 就是終身鳳 那國家可以養我一輩子 就是為了這一點 可是我 讓我自己 活了很痛苦的餓死 就是說這其實不是我想要的生命過程 可是我們為了說 為了一個好像 我們現在變成說 只為了求一個溫飽 我們並沒有活出我們生命的那個 所以為什麼我會有癌症 因為我在軍中 我們常常被罵 常 那我們必須要 打過牌手罵的喊口 那是 就是這樣子 沒有理由 然後就是這樣子 軍中就是 那當我被罵 你就有很多的東西是壓抑在你的情緒裡面 那尤其這個軍女生 軍女生涯又不是我 想要過的生活 所以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是過的 就是為了生存 去過這樣的生活 所以生病是必然的 生病是必然的 那還好就是說 時間不是很長 二十年 那我就換個一生的幸福 現在就比較自在 那是你換成功了好不好 外面有換成功不就掛了嗎 對對對 差點就掛了 對 不過我在想 我們就算不是軍人 我們生命裡面會得癌症 為什麼我們會得癌症 但是多多少少也都是在過著 你不想要的生活 你不想要過這樣的生活 可是你一時間 不知道該怎麼離開那樣的生活 後來透過一個疾病 那正有一個 在賽斯心法裡面講 疾病都帶著目的 後來這個目的達成的時候 疾病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可是往往 我們在探索為什麼要生病的這個過程 就像是世襲和心情 每次要來上課都很害怕 而且會被開刀餘養 可是假如沒有經過這樣的一個開刀 剖析自己 我們恐怕很難找到 我為什麼要後悔癌症 來達到我們的生活目的 想要改變一個生活的目的 對啊 所以事情我也很想要問問 因為我其實對你也不太熟悉 好 那 你覺得你在這個軍中生活的時候 除了說 我們說是 打不完手 罵不完口以外 你心裡面 其實那個憤怒跟壓抑是什麼 我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是說 我盡量 盡量讓自己過得快 就是說 所以我變成一種比較消極的心態 就是說 我也不會去爭取說很多的攻擊 我也會拼命表現 不會 那就是 長官交代我的事情 我就是去把他辦好 那我的個性就是 長官交代我的事情 我一定會把他按照長官的一起做好 然後長官罵 我就是接手 所以我的長官 我的長官人員都還蠻好的 長官對我都還蠻照顧的 所以我的長官 其實我在部隊長官遇到的長官 對我都還蠻好的 因為我就是那種 因為我爸從小 我爸也是軍人 從小就是權威性的 所以我們已經很習慣了 就是會配合我爸 那知道他們在想些什麼 所以我大概在軍體生涯當中 就是也都是配合長官 然後長官 但是我不會說有一個企圖心 就是說像我同學他們 要去求表現 要去往上去 往上攀爬到更高的位階 那我就是把我工作做好 能夠少一試就少一試 能夠沒有試就最輕鬆 所以我都是盡量去找那輕鬆單位去發展 人家都是去找那個有機會深切的方 所以我就去 後來我就轉教官 因為教官 人家說錢多四少離家境 然後又寒假暑假 所以我就轉教官 因為各位你們聽到 他爸爸也是軍人 後來他又在軍校裡面 他的那個服從的個性 有沒有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只要長官交代下來 我盡量去做 我把它做好就好了 然後呢 甚至於我都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然後我也知道我怎麼做 他們都會接受 而且會滿意 各位 像這樣的一個比較配合性的個性 各位有沒有 我們在得癌症的同學 其實在個性特質裡面 一開始有沒有這種配合性的個性 有嗎 對不對 很會配合別人 而且 有的時候我還做得非常好 因為你會很快的知道對方要什麼 而且你也知道自己怎麼做 可以為對方達到什麼樣的目的 可能會讓對方高興 讓對方可能會覺得比較接受你 這種配合性的個性 是 可是你根本不是一個配合的人 就 你就會覺得說 你的生命好像 我為什麼這麼講 假如你是一個真的很能夠配合別人 可是你也沒有一個太強烈自己的個性 或是想法的話 你的衝突跟矛盾就不會這麼強烈 是 好 那可是今天 比如說生了病 表面上讓人家覺得你好配合 然後又知道人家要什麼 然後你又做得還不錯 可是為什麼你會生病 所以有一個很強烈的一個 反對的聲音 或是排斥自己這麼做的聲音 但是呢 我們可能很習慣的 而且也很害怕衝突的 我們根本常常不聽到自己這個聲音 先把這個抗爭 或是這樣的一個聲音擺在旁邊 盡可能的配合別人 好 那可是個性的本質 一定也是一個很強烈的 很有自己看法的人 所以才會這麼大的衝突 才會得癌症 假如你今天很順從 就聽人家的 就這樣過了一生 後來享受中生動也沒有不好 可是為什麼要得癌症 為什麼會讓自己的身體 才能這麼大的一個抗爭之後 留下來的結果 所以自己是蠻值得去思考的 那癌症對我來講 就是讓我看到說 我的生命要轉變 癌症告訴我 一開始我會覺得說 其實我有點矛盾 人家一般得到癌症說 為什麼會是我 那我得到癌症覺得說 好像說應該是我要得到癌症 所以心裡面早就知道 自己應該是會得 為什麼隱隱約約感受到那種衝突 矛盾不快樂 應該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其實我剛剛在講說 事情應該是心裡面 還蠻有自己一套的人 可是他在這種軍中的生活 又特別是嚴苛的 不能夠有自己一套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也很好奇 很好奇 後來你是怎麼樣 看到你自己的個性 然後你的個性 應該是有什麼樣的一個 特質是被你壓抑下來的 因為我內在自己淺戰 就是有一個覺得自己不好 然後不敢去表達自己 所以我是一個很害怕 面對衝突 很不太敢表達自己 真正想法的人 所以很多的事情 我其實已經看到說 他應該要怎麼做會比較好 可是我通常都是配合別人 你這樣說了 長官這樣說了 那我就這樣子做了 那這是我的一個發現 然後很多人其實都是發現 覺得自己都不夠好 不敢活出自己 不敢活出自己 就覺得說 我這樣講有用嗎 所以我在我的親密關係當中 都是所謂 只要發生衝突或吵架 我永遠是輸的那一方 因為我不太會吵 因為我每次吵一吵 都覺得我好像沒什麼道理 老婆講的道理比較有道理 那我變成我對應的方式 就是說 我不講話 可是這樣也不對啊 那我就變成說 我好像永遠講不過你 我就不講話了 你講的沒有用 所以這是我在發現說 那這些講的沒有用 就藏在你的身體裡面 你運 你的想法沒有表達 或說 你覺得你被 被什麼 被否定掉了 那你內在的聲音就會出來 你看這個又有一個矛盾來了 有沒有 我其實有話想講 可是我有一個想法 我講的也沒有用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不夠好 常常也覺得自己講話沒有道理 所以即使你不是沒有想法 而是你已經有一個想法 那個想法很清楚 那個想法是什麼 就是我說了也沒有用 我說了也沒有用 我其實也沒有那麼好 我也不夠好 我能夠講什麼道理呢 可是 我有一些想法 放在心裡面 而有另外一個非常清楚的想法 就是我不夠好 我說了也沒有用 所以它還是有想法 有沒有看到 還是有想法 就是那個想法不能表達 或是那個想法已經先被自己否定了 你就根本後來講都不想講 講都不知道該怎麼講 你看在心裡面會不會鬱悶 會啊 會很鬱悶 所以後來其實得了癌症 他心裡 你看他剛剛在講說 應該是我 好多人說為什麼是我 可是他說應該是我 像不太 不是很意外 就是說我在面對癌症的時候 到沒有說像他很痛苦 就是說被傷或恐懼 好像該怎麼到了 那就面對吧 對啊 那在說各位 你們就是得癌症的時候 有沒有這種感覺 頭腦會說為什麼是我 可是你要是在內在裡面 去探索一下 去感覺一下 你心裡會不會有一種覺得 得了癌症遲早的事情 或是得了癌症也還蠻不錯的 還是要被你求來了 被你要來了 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有齁 好嘞 你很傳寶 很傳 你接放 在這老師還有世錫老師 在座的各位同學 我帶我的爸爸已經來好多次了 那我總是最信心的一個 很想要替我爸爸表達一些他的問題 我認同我爸爸會看到的問題 那在那邊做的第一位是我的爸爸 他很勇敢 他昨天做完兩天的化療 那做完兩天的化療 這個還是還好 但是在前一天 就是禮拜六禮拜一天一開始 因為他肺部積水嘛 所以一時就開始打那個防水的那個藥 那在打這個藥的時候真的是很痛苦 而且我爸爸的反應又特別大 那我真的覺得 我第一次來這裡做阿姨的分享 這次阿姨分享的時候 我告訴過一句話就是 我爸爸的請求是怎麼說 但是那天我裡面的時候 我快說我真的快崩潰了 因為我覺得 以前這麼堅強的爸爸 怎麼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 爸爸又對很多的東西 就像我今天想要問的問題就是 我會想我其實老實說 你講的信任 可是我覺得我爸爸 他對於很多的東西都不信任 那他會不信任說今天這個藥怎麼樣 不信任說護士來了 這個護士的話幫這個他做的這樣子 O不OK 那今天拿來的藥O不OK 這是我所看到的 我不曉得是我爸爸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他也會懷疑說 我現在打這個藥這樣子要怎麼辦 明天會出現很多副作用嗎 胃肝而心嘔吐 然後他就一直要醫生開藥 開過來給他 我現在有不舒服 我吃不下東西 趕快開藥過來給我 在他裡面他所信任就是藥 可是我教給他的所有的心法 我一直提醒他 定義他說 阿利愛你要做信念 就是信念的事情 然後你要去靜坐冥想 那吳爸爸也有跟我爸爸 分享過很多靜坐冥想 就是要想像自己是健康的 那宇宙可以給我的能量各方面 他有做到 可是他的口懼 存在一直是很大的 那他沒有辦法去 我覺得他對吃的也不能信任 對喝的也不能信任 很多東西是 就是我為了 因為我肚子餓所以我不吃 可是我就是不信任他的感覺 就是信任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當世紀老師 你再知道說 你得到癌症的時候 你內心的那個憤怒跟不足 你要怎麼去讓他 找到那個出口 謝謝 第一個信任 第一個信任真的是不容易 因為你心裡面沒有接受的時候 這個信任是做不出來的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開始練習 一天信任一點點 那這個事也是 慢慢培養出來的 就是說 我今天可以做多少 我信任多少 我們先相信 首先你要相信自己的身體 我覺得第一個 你要相信 身體是有能力幫助你健康的 身體本來就是健康的 那是因為我們的心裡面 有太多的恐懼 害怕 憤怒 很多的情緒 導致我們身體生病 這是事實 這是真理 因為我們的心裡面 有太多的東西了 另外就是我們對身體不相信 所以我們現在先從比較簡單的 就是先開始相信身體 那你內在的那些問題 可能需要上課 或者慢慢去發 慢慢去清理 那你現在先開始相信你身體 其實我們就先簡單的相信 你的身體是會接受好的東西 那一開始我在做化療的時候 我也是吐得很兇 那一開始我也是都是很接受 就馬上要吃我吐藥啊 後來我都不吃了 後來發現 其實那都是安慰的 那我自己內在 當我內在有這個力量的時候 其實我這些藥都開始吃了 吐就讓它吐滿 開始接受 接受 我就是譬如說你現在有恐懼 就開始接受你的恐懼 你不要再害怕你的恐懼 那這也是練習 然後必須要練習這樣子 開始信任 你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都會讓我們自己好轉 我們的生命都會 都是朝向好的方向發展 只是你相信 我們現在就是要開始建立這個信念 一切的東西 一切的 我們的生命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去發展 只是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我目前不是很好 或者說我 或者你覺得小孩子這樣做是不好的 那是我們給他下的意義 其實我們每一個生命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去進展 在往好的方向一直去進展 其實你現在接受到醫生不是那麼好 或者你現在接受到的不是那麼好 可是其實我們都是在往好的方向 這些藥其實都是可以幫助我們的 我們必須要先接受這個 內在必須要先去接受 接受這樣的信念 那你有這個信念之後 你的力量就會慢慢一點一點的 信心慢慢建立起來 你會發覺 一點 你可以從你身體開始一點點去試驗 那你就就會開始 原來身體真的很神奇 就像我掉頭髮的事情 我一開始也是想說 頭髮越來越光越來越少 可是不是 事實上不是這樣的 你會發現 真的不是這樣的 身體它會去示意 它會去示意你的任何狀況 身體會配合你的想法 身體會配合你的想法 你認為你是脆弱 身體就會顯現眼看 你就是這麼脆弱 你就是這麼糟糕 你就是這麼脆弱 你就是這麼無力 但是你開始相信說 我有力量的時候 身體會配合你 它會慢慢一點一點一點的 越來越好 那我是希望說 開始先有這個信念 身體本來就是健康的 身體本來就會去 讓你朝更好的方向去進展 那我覺得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你說 我有憤怒恐懼 其實我生病的時候 沒有什麼很大的憤怒 會有恐懼 那我就想說 其實我那時候想法很簡單 就是說 我把我們該交代的事情交代清楚 反正我走了我就解脫了 走了就輕鬆的 不要受這些病痛 然後我只求一件事情 不要痛苦的走 不要讓我有什麼疼痛 要走就一口氣就走 這樣子 我那時候想法很單純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然後我並沒有很大的 很大的憤怒或很大的恐 我只求好死 然後我躺就這樣 能夠這樣就走了就走了 那是最輕鬆愉快的 不要有任何的疼痛 這個痛那個痛 然後瘦得跟 瘦得跟那個皮包骨 然後躺在死 然後有人家要來幫你插個 我只求我不要這樣 我只求我 一口氣就走了 我到現在也是這樣 我 如果我可以選擇我死亡的方式 其實我現在也一直在準備就是說 因為我們生命真的是無常 我現在也是一直在練習 怎麼樣 我走的時候是很愉快 很平安的離開這個世界 那我現在 我現在也是 每天我也有在做這樣的想法和練習 即使我今天要走 我也是帶著很平靜很 但是不是我想就能做到的 那我想說我平常我就可以開始準備 就是準備可以做一些這些方面的練習 怎麼樣 我們可以 我們沒有辦法控制我們的出身 我們也沒有辦法控制我們的死亡 但是我可以選擇我們生命的方式 生活的方式 這樣 這是我自己現在也在慢慢做一個練習 那這應該是每個人都要做個練習 遲早有一天 對不對 而且我想每個人基本上都 力求逃死 都不要受到折衛 我補充一下 比如說像我爸爸的這個情況 都會讓他接觸 比如說一個這麼好的案例 他們是怎麼在接受化療的過程 他化療做第二次 到幾乎到第三次 他的癌細胞就已經都沒有了 對不對 醫生檢查都沒有了 可是呢 他在第二次化療之後 他是開始接觸到這個賽斯心法 接觸到許醫師的一些治療方式 那當然他開始就 慢慢地進入到這個新法 相信身體本來就健康的 可是呢 比如說像爸爸的情況 那他剛剛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們會生病是因為累積了太多的痛苦 對不對 累積太多的壓力 一直都沒有釋放掉 很顯然爸爸一定是有很多的痛苦跟壓力 在你的眼裡他看起來 爸爸是一個很堅強的人 可是爸爸還是人 所以剛剛在醫院裡面 接受這麼不舒服的治療的時候 人才會開始比較軟弱 軟弱的樣子才比較真實 沒有任何一個人 這一輩子都是這麼堅強的 對不對 世紀是軍人嘛 文藥上很堅強 對啊 然後做化療的時候 還會差不多也是那樣子 會吐 會掉頭髮 後面有很多不舒服的反應 會軟弱 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做治療的時候 比較不舒服的時候軟弱 還比較更真實的 呈現了他真正的樣子 他也堅強了一輩子嘛 所以讓你爸爸軟弱 是很重要的事耶 而且最好嘛 他在一邊做化療 一邊在那裡 哀背叫我 那時候哀出來 哎呦 很辛苦耶 我說我很辛苦耶 要哀 他說他沒有哀 等於都比較煩惱 都沒有哀 我們這樣時間也差不多了 你說台語 你不要開始說台語 讓我笑他 來 乾 謝謝 那個 謝謝主 執行長 謝謝這個 長輩能夠讓我機會 來這邊做 一個分享 因為 這是我 這 少講的真的是很棒 因為 跟我想的都沒有 不要再自我邀請了 好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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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太子 不要那麼高 標準 不要那麼嚴苛 沒有 我是希望就是說 我所分享出來的 大家可以 用到的 就是去拿去 就是在平常 每天 就去用 因為我們所 賽斯心法 或任何一個方法 就是要你 使一個 來 用在生活上 用在自己身上 那上課也是一樣 我的态度就是抱着一个愉快的心情 今天学到什么 我能够用的就是我的收获 就是我今天来听到什么一句话 或者一个方法 这就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 所以我每次来上课 我并没有说抱着很大的压力 我现在就变得很愉快 因为我就去看今天老师 我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 我能够学到 我不会以前是给自己压力 我老师教的我一定要学会 那现在是说我能够学多少 能够得到的自我 所以我现在上课的 就是后来上这些心情课程 或上课 整个心态都改变 就是说我很开心的去来上这些课程 那我也很鼓励 就是鼓励爸爸妈妈 鼓励那些平常 哭不出来的人 来课堂上哭 因为我来访课的时候 也是不好意思哭 然后有一次 全都女生我哭得最大声 比所有女生都还大声 因为很多东西是 我们平常在家不敢做 或者说在小孩面前你不敢哭 他到课堂上是很安全的 你哭得越大声 老师越爱你 所以这是我今天 谢谢 谢谢 让我有机会上来这边分享 谢谢 我相信我们下来都有机会 而且在台队里面 只有他一个男生 全部都是女生 那他好好地哭 大家都会安慰他 赚到了 好 我们今天这个分享 之后